如果孩子开始不祷告的不读经呢 做家长呢怎么办 今天我们怎么样在家庭里面 培养一个祷告或是读经的一个气氛呢 基本上在孩子每一个成长的阶段的 可能做法都不太一样 今天你怎么要你的孩子去帮忙洗碗 一个三岁的孩子 他能够洗碗能够帮忙的程度 或是他的意愿跟一个十岁十五岁的 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同样的属灵的道理也是一样的 所以基本上是根据你的孩子 他的现在的状况 他的成熟度是什么样子 我们家有两个孩子 一个是八岁一个是五岁 所以从小基本上他们在很小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一个像床前床边故事的一个方式 所以在晚上睡觉以前 我们讲一些故事 圣经的一些故事 然后等到他们慢慢可以看 可以读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来慢慢读一些的经文 所以其实慢慢的这也是变成一些的习惯 在教会里面 我们也是鼓励 如果说你的教会没有这样子的东西的时候 基本上你自己的家庭也可以来查看看 就是说我们教会来鼓励说 每一天都读经 都读一点点 然后你每一天读的东西 当你读完之后 你就check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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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等到你收集到多少点的时候 你就可以换有多少的点数 就可以换一个奖品这样子 今天如果家庭想要愿意这样子做的话 也是非常容易就可以这样子 因为基本上我们的目的 当孩子还小的时候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他 能够建立一个习惯 然后当孩子再更大一点的话 这些的奖品这些东西 可能他就不太稀罕了 对他来说没什么太特别 可是希望借着小时候的这些习惯 慢慢慢慢的 就是让他成长大 在青少年的时候 这也是变成说 这是一个他觉得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从小的时候 从一个行为 塑造的一个行为 慢慢慢慢等他大的时候 变成一个塑造一个心 就让他那个时候的心 已经是对这个基督 对耶稣 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渴慕 所以他才会继续的去做 我会继续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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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